日治时期就存在的玉里镇安通温泉 民国80年政工所在野西河床腹地上建制抱脚池 让民众可以免费来泡脚 而种种管理原因反而让民众觉得很不满 政长龚文俊和安通部落主人达成的共识 决定是由安通部落来管理 而部落主人也在积极的规划当中 日治时期就存在的玉里镇安通温泉 民国80年政工所在野西河床腹地上建制抱脚池 让民众免费泡脚 种种管理原因谩骂声不断 政长龚文俊与安通部落主人达成共识 决定由安通部落来管理 部落主人也正在积极的规划当中 主要是我们这边的管理委员 都同意了说能够去管理那些泡脚池 而且还要找一些人 专门在整理消毒 要干净 所以到时候会收费吗 应该会收费啦 要不然那些清洁的员工怎么办 政长表示当初在设置温泉池时 没有相关法规规范 所以没有申请温泉开发许可水泉等等 泡脚池也占用河川行水区以及防汛道路 要完全合法只能拆掉重建 正是因为安通西位置有很多土地位在原住民传统领域 考量未来申请水泉土地拨用等需求 公所也将协助部落向相关单位争取温泉计划 部落温泉的这个产业希望透过这个协会的成立 它的最重要不仅仅是管理这个温泉 而是它周边的产业 比方稻米蔬菜 这些能够以温泉这个名字来做结合 让部落的经济能够真正的振兴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跟最终的目的 公所也指望未来安通部落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成立管理委员后可以透过野稀温泉连结文化农产品 促进部落以及玉璃镇的经济发展 接着高松双玉璃镇采访报道